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到的甜品 脆皮香蕉 首先我们开始调脆皮香 在拖盘中加入淀粉125克 加入面粉100克 加入泡打粉6克 加入食用盐2克 加入小苏打2克 加入鸡蛋1个 加入清水210克 加入食用油5克 料加起之后搅拌均匀备用 把酱糊调制成酸奶状拉丝即可 下一步开始调味酱 碗中加入沙拉酱3勺 加入炼乳1勺搅拌均匀 中途加入适量的柠檬汁 搅拌均匀只能够挂勺即可 然后准备香蕉5条 剥开之后放入调好的脆皮姜里面 视频中脆皮姜的量可以裹大约30根香蕉 家庭制作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减法 脆皮姜裹好之后在盘底撒上一层面包糠 然后放入香蕉撒入适量的面包糠 下一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 然后把油温烧至170度 170度的油温接近6成热 油温170度之后将锅离火 然后一次下入香蕉 转中小火保持油温 从香蕉下锅开始计算 以170度的油温炸2分钟 同学们切记 香蕉只需要把外面的姜炸脆炸香即可 不可以久炸 否则香蕉吃起来发酸 炸香蕉的时候用蜜肉捞起落下的面包糠 中小火炸至2分钟之后捞出摆盘 最后挤上调好的炼乳和番茄酱即可 一到外酥里嫩 香甜可口的脆皮香蕉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 选料最好是略微发硬的香蕉 比较薯软的香蕉一般都有一股发酵的酸味 第二 脆皮浆一次可以不用调的太多 面包糠也可以定量使用 每条香蕉的食用量大约为15克 第三 加入柠檬汁的目的是综合甜味 脆皮香蕉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